大家好,主播慷慷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回答NVIDIA的新一代旗舰有游戏显示卡GeForce RTX 5090和RTX5090D于1月底正式上市,已经有一些幸运的用户进行了抢先体验。 但是,从近期的一些用户反馈来看,出现了很多RTX5090和RTX5090DGPU变专的案例,而导致问题的可能是由于驱动程式、BIOS或PCIE问题。 由于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,许多人尝试通过各种方法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,但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,问题仍然存在。 要知道,RTX5090定价高达1999美元起,中国特供降规版本RTX5090D定价也高达16499元人民币起,如果该问题无法修复,无疑将会,面临巨大损失。 具体来看,近期ChipHell、百度贴吧、Bilibili平台上的一些网友爆料称,自己的挥达GeForce RTX5090D显示卡出现变专的情况。 根据ChipHell论坛用户爆料显示,来自制造商七彩虹Colorful和万利Mainly的RTX5090D显示卡,此外还有机家的RTX5090D显示卡,都有出现变专的情况。 受影响的用户称,问题在安装最新驱动程式时就已经开始。 一位用户说,他在PC中安装了Colorful品牌的GeForce RTX5090D GPU在显示卡启动,安装驱动程式后,荧幕就变黑了,显示卡再也无法辨识,用户甚至检查了DP和HDMI接口也没有解决。 百度贴吧论坛中,一位用户也报告了类似的问题。 万利的GeForce RTX5090D GPUGayardo版本的用户在他的PC上安装了驱动程式,但最终导致他的显示卡也无法被系统辨识。 闲鱼平台上也有用户爆料称,现阶段很多的GeForce RTX5090和RTX5090D都出现了变专的问题,可能是稍核心。 目前就算不进系统,在BIOS里也不认卡了。 目前的质的消息,驱动会导致显示卡大概率死机,小概率荧幕变化,极小概率少IC。 在ASOS Subreddit上,也有用户反馈运行RTX5090,显示卡无法在Windows上通过驱动程式或BIOS检测到该卡。 用户尝试清除CMOs,但也没有用。 有些人建议,该RTX5090,显示卡用户将PCIE选项从5.0更改为4.0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,但这并不是这个问题的确认解决方案。 事实上,GeForce RTX50系列是第一款完全相容的PCIE Gen5的显示卡,这意味着再需要切换到PCIE Gen4模式以获得更好的相容性的旧版上运行。 它们时可能会出现一些续号问题。 同时,一些PCIE Gen5版卡在M2插槽和PCIE插槽之间共享通道,这也可能导致不必要的问题。 Bilibili上也有用户上传了一张来自万利RTX5090D未被辨识的影片。 该用户称,其RTX5090D显示卡没有正常工作。 Facebook上的PCMarket社区用户也设法使用RTX5090D、RTX5080和RTX4080GPU进行的一些测试,导致16帧电缆融化。 该用户表示,这些卡是在满载下测试的,因此尚不清楚它们正在运行哪种压力测试。 而且从外观上看,连接器电缆似乎确实是RTX4090。 使用的较旧的SAR-VHPWR连接器。 这些电缆和连接器已经在RTX4090上造成了严重的融化问题,因此具有更大功率的600W5090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 话虽如此,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新的SAR-V2x6连接器或RTX50GPU融化或损坏的报道。 结合这些首批RTX5090、RTX5090D新用户的反馈,由于供应问题,目前还没有很多的RTX5090、RTX5090D显示卡出来。 所以尚不清楚出现此类变转问题的比例究竟会有多大。 虽然有些人声称通过不寻常的方法缓解了这个问题,但目前面临这个问题的绝大多数用户都没有解决。 由于这个问题现在并不少见,它也已经引起了挥答的注意。 就在许多用户报告了新发表的GeForce RTX5090和RTX5080显示卡稳定性问题。 用户无法确定安装最新驱动程式后荧幕变黑和GPU初始化问题的原因,担心问题是永久性的。 现在,挥答承认存在一些问题,开始收集反馈,并开始调查。 据PC Gamer报道称,挥答的发言人对此事回应称,他们正在调查RTX50系列报告的问题。 不过,该发言人并未透露更多的信息。 另外,值得注意的是,当用户升级到挥答最新发表的GeForce Game Ready 57 2.16 WHQL驱动程式时,就会出现问题。 有一些方法可以缓解该问题。 一些用户通过将接口限制为PCIe 2.0,来使他们的RTX5080显示卡正常工作。 而一些用户将显示器更新率降低到60Hz或切换到Windows 11-23H2版本的单个显示器。 据报道,一位用户使用第三方删除GeForce驱动程式的所有痕迹,然后在主机版BIOS中将GPU限制为PCIe 4.0,重新安装。 总体来看,作为早期购买用户,面临着风险,新发表的Blackwell系列也不例外。 遇到荧幕变黑问题的用户数量已经扩大。 从问题数量和权宜之计来看,该问题可能与最新驱动程式有关。 由于供应有限,价格上涨和黄牛挡,购买RTX5080或RTX5090是一件费力的事情,而常先者往往会面临更多问题。 需要注意的是,一些RTX40系列AIDA Loveless架构GPU用户也报告了与GeForce Game Ready 57 2.16 WHQL驱动程式相关的相同问题。 未来一段时间内,挥达可能会发表修补程式和说明,但目前使用第三方卸载驱动程式,并在BIOS中切换到PCIe 4.0,似乎是更好的环节解决方案之一。 这些问题影响也扩展到上一代GPU,因此缩小该问题的范围具有挑战性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